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五 特征性的皮肤损害 具备上述一二三四则可以确诊皮肌炎 具备上述一到四项中的三项可能为皮肌炎 只具备两项者为疑诊皮肌炎 具备第五条再加上一到四项中的三项或四项 可以确诊为多发性肌炎 第五条加上一到四项中的两项可能为多发性肌炎 第五条加上一到四项中的一项为可疑的多发性肌炎 在诊断皮肌炎肌炎之前 应该排除肌营养不良 肉芽种性肌炎 感染 近期使用过某种药物 如滤背钉脂 乙醇等 内分泌代谢疾病 如甲状腺 甲状螃蟹 糖尿病等引起的疾病 重症肌无力等 2.皮肌炎诊断分型 皮肌炎可以分为六个亚型 分别是 1.无疾病性皮肌炎 2.多发性肌炎 3.皮肌炎 4.多发性肌炎 皮肌炎半恶性肿瘤 5.多发性肌炎 皮肌炎半其他解体组织病 6.儿童皮肌炎 3.鉴别诊断 临床上皮肌炎 须于以下疾病进行鉴别 1.系统性红斑狼疮 可表现为面颊部叠形红斑 光敏感 肌肉症状较轻或无 实验室检查显示 抗核抗体 抗DSDNA抗体 抗Smith抗体阳性 而通常血腥筋酶正常 2.血腥筋酶 需要与系统性硬皮病进行鉴别 表现为四肢末端 颜面 上胸部 上背部等部位 发生肺炎症性硬化水肿 常伴雷诺现象 在病变早期出现的运动受限 是由于皮肤及肌肉纤维化导致并非肌肉的实质性病变 3.需要与日光性皮炎鉴别 日光性皮炎表现为曝光部位 如面手背发生的红斑骚痒 但红斑不是紫红色 无肌肉症状 血清肌酶也正常 第四 应该与神经原性疾病相鉴别 如重症肌无力 其营养不良症 重症肌无力多表现为全身弥漫性肌无力 活动后肌无力更加明显 可出现盐检下垂 激活检无多发性肌炎的特征性改变 新斯丁明试验有助于鉴别诊断 而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是一种遗传病 有家族发病时 肌无力主要表现在下肢 常有甲性肌肥大 病情进展较为缓慢 那么皮肌炎的治疗有哪些呢 一般治疗 急性肌应卧床休息 适当进行肢体被动运动 以防肌肉萎缩 加强营养促进肌体蛋白的合成 对于推荐困难者 可预与半流质或流质饮食 或鼻四管营养 或静脉补充营养 应避免日晒和感染 成人患者应积极检查 有无合并恶性肿瘤 二 药物治疗 以糖皮质激素 或糖皮质激素 加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为主 一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本病的首选药物 可减轻肌肉炎症 缩短肌肉各种煤活动恢复正常的时间 一般选择不含糊的糖皮质激素 一般选择不含糊的糖皮质激素 如甲破烈龙等 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剂量取决于病情的活动程度 开始移用较大剂量 病情控制后逐渐减量 以临床表现的改善和激励 以及鸡眉水平三项来评价疗效 临床表现的改善比后两项指标更为重要 减量过快或重燃停药 可导致鸡眉反复升高和症状再现 维持量一般维持数月到数年 应用糖皮质激素期间 应注意血压、电解质、消化道、血糖等情况 注意补甲、补钙、保护胃粘膜等 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期间 应注意感染的情况 必要时加用抗生素预防感染的发生 二、免疫抑制剂 对于重症病例 病情反复发生 或者激素治疗效果比较差的患者 应该及时加用免疫抑制剂 激素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 可提高激素疗效 减少激素用量及不良反应 常用的免疫抑制剂包括 腔氯喹、甲胺碟磷、环磷先胺 留作表磷和环包素A 用药期间硬注意查肝症功能 血肠硅和尿肠硅 另外 单用腔氯喹对于无疾病的皮肌炎患者 皮损 效果不佳 三、其他治疗还包括 免疫球蛋白 对于重症病例 病情反复 或者激素治疗效果较差者 可选择大激量静脉处测 免疫球蛋白 可联用五天 血浆致患疗法 有5%到10%的患者对激素和免疫抑制剂都无效 可以推荐血浆致患 蛋白糖化剂如本饼酸落脓基柱 对于肌力的恢复有一定疗效 转移因子 胸腺态等可调节肌体免疫功能 增强抵抗力 对于伴有恶性肿瘤的皮肌炎患者 应尽快对肿瘤予彻底治疗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皮肌炎所要学习的内容 我们从 1.病因 2.临床表现 3.诊断标准 4.治疗 4个角度对皮肌炎进行了介绍 我们了解了皮肌炎的病因算不明确 但是与遗传免疫感染等因素相关 我们熟悉了皮肌炎的典型皮损 如匡舟紫红斑和高效事针等 以及皮肌炎所侵犯的系统和器官的具体表现 我们明确了皮肌炎的诊断标准 还了解了皮肌炎的主要治疗原则和方案 在临床上 皮肌炎与SLE这类解体组织病 往往皮诊和器官损害表现比较类似 不好区分 需要结合实验室检查进行鉴别诊断 希望同学们课后结合皮肤科专业书籍 进一步生化学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